就是在8月3號的晚上7點的時候 我們的陳姓同學就是我們中華國中的籃球隊的隊友 他跟所有的就是隊友在宜愛運動公園一起打球 那在這個打球的過程當中 那當事人陳同學他有跳起來跳打火鍋 所以右手就勾到這個籃網 那造成這個右手這個國名子他就是歌傷 所以血流不止受到養大來縫合 所以縫了26幀 那我們一般的籃框 我們一般的籃框是 我們一般的籃框是這一種屬於那種 尼龍式跟棉籍的這個五節網 是屬於比較標準式的比賽的一個 比較標準式的一個籃球架籃網 那但是我在我們宜愛運動公園看到的是這個鐵字做的這個籃球網 那一般的籃框他的這個材質都是屬於鐵框或者是不鏽鋼 但是固定的這個球網必須是禁用金屬勾環 而且必須要以平順不勾手為原則 但是顯然現在這個地方它是已經造成傷害 因為它已經是有危險性的 開放性的這個扯開性的 容易造成打球的朋友們會容易造成受傷 所以呢希望我們縣政府這邊就是能夠全面的檢視線內設置的籃球場 那其實這個球網它必須是否採用五節網來保障使用者跟這個比賽選手的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是質疑說他們設的這個鐵字的籃網到現在都沒有進行那個圍環的動作 會造成我想長期現在已經受傷了這就是事實嘛 那會這個部分就很顯然就是可能一定有在書上沒有全面的去做檢視或者去做一些維護的動作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學生打球會縫合26成這樣的狀況 我們都不希望發生啦也需要下一個不要是下一個孩子發生